hello 大家好 我叫刘大胜 这个呢 这几天吧 我发现了 自从我评论了 李登辉 然后讲了剪金国 然后再往后就讲了一些台湾的事情嘛 台湾有许多观众就跟我抬杠 为什么有人说 为什么我这几天要找台湾观众谈谈心 抬杠呢 因为你们老跟我抬杠 就跟那中国的共产党那些五毛小粉红 他老跟我抬杠 所以我就 我就要跟他们抬杠 等到那个 我记得下面又有个人评论说 大胜 你现在是不是怎么 叫做老讲台湾 你是不是被共匪收买啊 什么 不敢说中国不好 我现在就讲中国不好 我跟大家讲 中国 他就是个独裁国家 你知道 人民没有选择 但是台湾你是民主国家 你是有选择的 你是可以投票的 那投票的话 那你为什么 那许多事情你为什么 还挂着一个那个挂羊头卖狗肉呢 包括现在民进党也是嘛 民进党说白了说什么台无政党 我看到他民进党党纲我还看过几个 完全那妈的 现在蔡英文怪不得 怪不得有许多人看蔡英文不爽了台湾 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根本就没有 按照他们的党纲来来说 来执行 所以民进党走了现在的路线 走的是中华民国台湾的路线 如果你走的是中华民国台湾的路线 那证明你是中国台湾 对不对 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 他是正宗的中国 正统的中国 你是中国统治下的一个省 那个省叫台湾 然后你是那个地方 中华民国嘛 所以说中华民国台湾的路线 我说实在的我也不太认同 我不太认同 你也不要说你的国家的国民叫什么中华民国 不要这样 真的我发自内心 就算中华民国他亡掉了 那就让他亡掉 我不想让这个国家的国民 原来是澳战的战胜国 他是澳战战胜国 中华民国是什么 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当时日本还是君主治呢 许多地方都是殖民地 他本来是一个巨参门 就是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他怎么变成了一个岛的名字的呢 他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岛的国民呢 林全家 你不开玩笑嘛 对不对 那他妈孙中山算是中华民国什么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那那孙中山是你台湾岛岛主啊 所以你们台湾也不要用中华民国了 真的 就你们那台湾岛也没有资格用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了 台湾岛是没有资格的 没有资格 你仔细想一想 他可是二战的战胜国啊 他怎么变成一个岛了 你不开玩笑嘛 亡了就亡了吧 丢不起这个人 真的 丢不起这个人 想来我还去过南京的 南京中 中山林我没有去过 你看 台湾你们的国父 就那个叫中华民国国父吧 孙中山 孙中山的林在南京 他在台北的吗 你的脑跟我抬杠 我天天跟你抬杠 我告诉你 我这人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仔细想一想我说的对不对 好的 在这祝福台湾吧 你们不是中国人 你们不是中国人 嗯